今天天气还不错 我现在你们看前面桥就是三元桥 现在三元桥附近 今天来干什么呢 就是把我的签证的一些手续送过来 送到这旅行社 旅行社可以代办签证 这个地儿我就不用说了 嘉诚广场 很多外企都在这 最有名的你跑马在这吧 对吧 然后那边中心建设 中心建设可就不是嘉诚广场了 中心建设是天元港 然后我要去的地方呢 肯定不是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这里面主要是外企的聚集地啊 基本都是国外有头有脸的一些大公司 然后这里面员工也基本都是 说什么呢 算小资吧 那基本都是外企员工 那收入应该还是可以的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宝马 这个地儿历来都是宝马 叫宾门 是吧 宾门那个词叫宾门 宾门的聚集地了啊 好 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这块就是嘉诚广场里边了 咱们刚才在外面看 这里面还是挺光鲜的啊 但实际上这边还是外企多一些 你能看宝马也在下面 宝马 当然这儿最有名是宝马 还要起多像什么化工啊 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企业 都是外资的多一些 然后最有意思就是它马路对棍啊 基本上并不是说完全对着 但基本上也能对着使馆区 咱们嘉诚广场看完了 去哪儿去办正事吧 去远洋新冠线 远洋新冠线可就要比嘉诚广场low很多了 说实话 你看嘉诚广场的这个基本的入住率啊 我大概看企业入住率能达到八成 这个水平在北京来说是相当No.1的了 就相当不错的了 而且这个位置 要公交有公交 有地铁吗 好像也有地铁啊 现在沿着三环边的这种世界地市井的公园 都还不错 你看它这树盖完之后 你在下面能盛阴凉 哇 这个设计的真的很棒 中心建设啊 中心建设就是天原港了 天原港这个物业 在这栋楼里的 咱们往前走 拐弯就是霞光里了 霞光里这个地方 怎么说呢 你要说霞光里吧 它整个区域也比较也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房价 应该就属于霞光里 这附近的房价应该就属霞光里低一些 霞光里有个35号院 它房价才 5万9 5万9左右 一会咱们也去看看 这边就是中国国航了 现代汽车 你们也能看 这边还有几个好有名的大旗 现在汽车这条楼空置的可真严重 咱看一眼这空置率 现在是不是要凉凉了 听说现代车在国内卖挺烂的 确实如此 和天原港 还有家城广场比 现在汽车这栋楼 基本都属于人去楼空状态 国航咱们不说了 这会还有一个奥迪 看看能靠那四个环吗 奥迪也在这附近 基本上有头两脸的大的车体 在这都有公司 咱往前走走 给你们介绍一下 霞光里35号院 咱们到前面再说 前面的红砖楼 就是霞光里35号院 你看那能看到35号院的2号楼 这边霞光里都是五层的楼房 五层楼房 但是它房间确实是这附近最低的 它比环内和环外的平均价格都要低 而且这个位置说实话 就是确实是北京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带 也是外企的聚集地 那以五万九的价格来说 它会不会 它已经是这附近比较低的了 但是它还会更低 对吧 大家都理解我的说话的意思 还好这个霞光里有这种林荫小道 不用太晒 如果这没树的话 哇塞真的是暴晒 现在目标去哪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要去远洋新干线了 就是短短的几分钟 包括加成广场 天远港 还有远洋新干线 这三个地儿咱基本都逛了 马上就到 因为我办签证那个地方 就在远洋新干线里 你看远洋新干线 它基本都是小公司 你像这边都是外企业 那边都是中小企业 就是那种都快接不开锅的企业 这个正对着这座应该就是A座 我这个给我办签证的公司就在A座里 我从这儿我都能看出来 小企业这栋楼也就是八成的入住 但是即便这样 它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的了 咱说实话 你看见外SOHO 那位置也可以吧 入住率在六成 真的 就是现实就这样 你不管怎么打脸 实打实的 那入住率 你肉眼能看到的是跑不了的 这块是这个霞光旅35号院的后面 它这后面就正怼着远洋新战线的A座 它这底下商业还行 咱们看商业到底怎么样 业主直租 卧槽 这商业也够呛 都理解都理解 现在经济形势不那么好 对吧 都不容易 这儿一个林肯咖啡 这应该叫瑞幸咖啡 瑞幸先吧 link in 以前我来过的时候 在这喝过咖啡 在这买过一根USB线 我记得特别清楚 业主之租 卧槽 这也业主之租 现在就稍微有点惨 你看像远洋新战线这个楼 说话 它楼外墙你看是不错 但它入口特别的low 就从这个拐口里拐进去 拐过来 A座入口就这么点 这么大的楼 就这么一个入口 行 事都办完了 没办妥 差一个结婚证的父亲见 还差一个孩子出生证明 回头回去扫描一下 给它发过来就行了 刚才接到你 客户电话催款 你说咱这他妈天天 大马路上奔波 哪受得了 这个 你成头没给我们接钱 我们拿什么接给你 现在这个国内中小企业的这个困境 真的很窘迫 好多人都说什么 那个成头怎么怎么 没什么 但我说实话 你现在成头他真不咋样 他对这个农民公共 他都结 基本的费用他们都给结了 然后一旦我们这种小公司商业 商业争端的时候 你看我们不会说了 我们打官司呢 就让你打官司 你走信访没用 信访就只针对这个农民公什么的 而且好多人说什么 欠那个农民公公司 我见到的可能和你们还真不一样 我还真没见到 城头欠农民公公司 因为包括我们开庭 条两天开庭资料我也看了 就是包括那城头提供的证明材料 包括信访的材料 农民公公司都结了 然后其实有些朋友跟我说 那个说国内现在怎么怎么 你们说起码可能有 我真没见过 基本城头最刺 他也把农民公公司结了 但是你说小企业 企业之间的 企业和城头之间的 那就只能打官司 咱也不是说 咱也不是说抹红抹黑的 就真的 他们对农民公 绝对顶呱呱 他们对私营协主 就没那么友好 所以很多时候 反正国家 它确实是保障了 那个相对的是 保障了农民公的利益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但是你像 这企业竞争的话 是吧 这个利益以后 是不是也应该 法律规定保护保护 对吧 好多时候我在想 你看因为我们 确实有利润 你又有利润 你又有施工单位 你又是一包 二包三包的 你说那么多猫腻在里边 这钱到最后 咋结 上面一断 下面全断两 你就说 说实话 小企业生存在 这个比较大的困境中 有的时候 我都替我的老板担心 是吧 老板哪天黄了 那我就得喝西北风了 今天差不多了吧 说 说 要说扫机还得是我 你们提的景点里面 这个景点就算过了 我不说了吗 我现在白天还得上班 有时间就天下午 然后 我还有一项没做呢 等我做完了 是吧 回头公司 他要还没啥新项目 我也就差不多了 回头我天天给你们拍 所以 所以你们别急啊 留那些地址 我都看了 能去 我尽量去 包括我说 我说 因为我签证办完 我说 日本咱该拍也拍 对吧 了解一下 因为日本我熟悉 我去过好几年 日语 你们也跟我说日语的事 我确实懂一点 确实懂一点 确实懂一点 不是那种 我去港山那朋友 日语都不会 然后 然后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他 他为了拿那免费的培训 就日本好在好在哪 你那个新的 这个外来人口来 他社区有免费培训 你知道吗 那哥们可神啊 是 就是你稍微懂点英语 然后你就来了 就去了 是吧 回头 回头能见着面 咱再一起聊 都聊聊 今天就这些吧 然后你们说的那个地点 有机会我会 一个一个去 尽可能咱们去全了 只是我现在还没 还没 还没做到那个 对吧 还没 怎么说 说难听点 还没失业呢 咱不能去太多地 等我哪天彻底没事干了 咱们遍地转去 好 好 好